你也不想看电视台吗? 离开优大已经接近五年了 也就是说从我离开学校的那一年开始 我就进入了这家电视台 你怎么让我选择多新闻下? 我觉得应该现在还是很多人有这个原因 跟我一样的羡慕看电视台的人 我很爽哦,可以穿美美上电视 就是因为就想尝试一下觉得很不错一样的体验 就这样选择新闻系 只能那时候对这一行也没有做太多的research 就想到我以后就想要上电视这样罢了 就这样选进来了,这个可惜 当初一进来的时候 因为之前都是读新闻系 对不对? 所以一进来的时候 那时候应该是讲很幸运的是 因为当初在学校就是intern的时候 很敬意进到MTV7的中文新闻组 就是实习 然后过后一毕业的那个时候 又那么巧,我的之前就是主任 他也直接offer我说 你要不要我直接进来 我的部门也继续做这样 这样OK了 反正人家说什么做生不如做熟嘛 就直接进来了咯 然后就在新闻组待了一年两个月 然后过后我就改去做现在的撰稿员 也就是我在节目组 从以前的目前走到现在的幕后 就是撰稿 撰稿员基本上 讲是说撰稿员 可是我们要做的东西基本上就是pre-post 和post production 也就是说一个节目 如果比如说我们已经propose了 下一个明年三月到五月要播一个全新的节目 然后这个节目的主题是怎样 然后他就会跟我们撰稿员说 然后我们就会找一个一年或半年前要去research 比如说13集的节目的话 我就要去research这13个episodic 每一集每一个segment要做些什么 有什么内容可以做 然后我做了一些资料搜查 然后我会propose给我们的producer 然后他再看过去 然后就觉得看哪一个题目可以做 然后propose了过后如果成功的话 他们就会一般production的人就去外面拍摄 拍摄回来剪接过后 然后我的post production要做的工作就是写稿 就是所谓的写稿写一些VO稿给主持人念 就是pre post post production都要做的东西 不懂你们有没有 因为现在也讲真的很少年轻人很愿意去看电视节目 我之前有做的节目 不懂你们有没有听过就是起航啊 就是那个明知故闻 然后恒星八道这几个节目 因为还有hotchup 这些是已经几年的节目了的 然后他每一年都会再来 因为还是season的嘛 白season 可是你要想一下每一年这个season又回来的时候 你一想就要想13个topic 可是你没有这么多topic可以做 所以 你有时会想一些就没有这么人家太过知道的那些idea的时候 他们又不想要这些东西 所以你每propose一个东西他就一直ban一直ban 嗯 放弃是不会啦 可是就会怨咯 你现在又在被ban了 可是你又不能做什么 因为毕竟打工嘛 放弃是还没有试过 可是就是真的是 有时候有一句话说过嘛 当你全力以赴 全世界都会为你开悟 当你真的是找到 真是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 你又很尽力去找 诶 又可以找到一些东西 所以虽然很辛苦 可是还ok啦 就是都有说过的 嗯 它是 它是一个真的是需要靠你的热忱 去维持的一个 一个 讲讲 一个 工作啦 它是一个 必须要有热忱的兴趣 你才能尽心尽力的去完成你要完成的事情 态度很重要 嗯 如果 其实如果你不会的话 没有关系的 你就 学了 当真是学嘛 反正毕业出来 22、23岁 你有的是什么青春啊 在前面就当 人家说 吃苦当吃苦 这样你就 看着人家的脸色 然后你愿意受教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大的 很多年轻人现在 因为我们每一年都很多批音登进来的 我们真的看到现在的年轻人哦 他们真的是怎么说 呃 会有自己的想法 啊 他们是 会有自己一套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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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事方法 他们就不会愿意去听我们说 要这样做 他们就不会要的哦 我觉得学习和态度 真的是一个很大 很重 很最重要的因素啦 就是当你踏入这个时候的因素 无论是不是在这一行 也没有啦 就这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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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